哎哥子 你大一家的儿子犯了点事进去了 你是律师 你得帮我们他 妈 我是律师 我又不是神仙 我都答应他了 他可是你表哥 咱们都是一家人呢 您这人情绑架的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你非要把我们全家都拖下水 你才开心吗 你们的婆婆 也喜欢人情绑架吗 哎你干嘛呢 哎鸽子回来了 你大白呀 带着孙子到床里做事例检查了 嗯 我先让他们住什么家 哇 那你带他们来 也要跟我跟姜直先说一声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好商量的呀 就是我们又不是外人 可是啊 你们的肚子抓起来不错啊 哎 做新闻的创单 耶耶 呦 算了吧 都是经纪人都担待一下 但是 我不担这个败 别跑啊 舅舅 听说那个新疆的专家 特别的好 你帮大白去挂个号呗 大白 那个专家很难挂的 再说别被他们做一个事情 做不上了 等一下啊 有个小池 在这城市里待了那么多年了 这挂个号这么一点小事 肯定是有办法的 实在不行啊 你们就加点钱呗 大伯母说的对 这是啊 你放心挑了就行了 老公 我还是谁将拿你看到了吗 大伯母 你怎么能随便拿我东西呢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就是一点护护品吗 自己这么抠门吗 行了行了 你叫人去讲那么多个什么呀 大伯 那个张医生的号太难挂了 我就给你挂了那个刘医生的 他也很厉害的 不行 不是他的好啊 你们就不看了 鸽子 你怎么做的事吧 这本事都办不成 亏你还是高差生呢 他年轻不懂事 没记忆啊 我猫呢 哦 那猫啊 我看他猫身上不干净 给放了 你为什么扔我猫啊 这是我家 你就是一个猫吧 乡下一抓一大把 怎么到了你们城里 又当个宝室给工作 你 文芳啊 我看你儿媳啊 就是因为养这些不吉利的东西 才生不出孩子的 你现在扣嘴才不吉利呢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家指手画脚 你们都跟我活上去 林哥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要不是你总是牺牲你儿子 跟我的利益去送人钱 这些亲戚 有资格在我们家指手画脚吗 他们根本就没有跟着过我们 他真是挑不令见 你胳膊走啊 可不能往外拐啊 什么叫胳膊走往外拐 林哥是我老婆 不是外人 都是你们两个外妻 让我们家占尽了便宜 还有人叫我们要歪 对不起 我们家不接待了 妈 你又要牺牲我们的利益 去跟外人送人情 那到头来受害的不是还是我们自己吗 你忘了大伯和大伯母那次 鸽子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啊 鸽子啊 是妈错了 以后啊 妈再不乱说了 你行了 人情虽好 但不可滥用 关系再生 也不宜透支 我有一个极度不负责任的老婆 孩子哭成这样都不管 你不是在吗 哎呀再说我哪有时间啊 他从来都不管孩子 乖 老婆你帮帮我呀你倒是 不就是换个尿不湿吗 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 哪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妈呀 你有孙子带就不错了啊 知足吧你 我所有的艰辛在他眼里都是理所当的 孩子他一直哭可怜哦 你妈不管你喽 哎哄个孩子有这么难吗 你会让不让人睡觉了 哎他一放下就哭 一放下就哭 每天哄他哄到三四点钟 你帮帮我怎么了 再逼我我都快崩溃了 你现在知道我那个时候的抑郁症 不是装灯 哎 你又咬我 你再咬我就别吃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居然会伤害我儿子 哭哭哭哭 回来哭哭哭 你干嘛 你生了吧 啊 曹光他都做出血了 我们能不能换奶粉啊 当妈的别那么自私 奶粉哪有无辱好啊 自从生完孩子 我就不再是我 哎 你可不能吃辣的 喝汤吧 我给你熬了一下午 专门给你下来 妈 我都喝了一个月了 胖奶不舒服 哪个女人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妈妈这点口不瘦了 你喝 孩子就没得喝 哎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喝 喝呀 我像是一头奶牛 我好像是马戏盘里 够了消化的猴子 妈 我喂奶呢 那又怎么了 当妈的连个孩子都抱了 那你有什么用啊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都跟你说了 关门的声音小声一点 会抄袭孩子 我都不是故意的 好了 我儿子在外面 辛辛苦苦工作 回来还要听你的时候 当妈的连孩子都很好 这就是 当妈的人不要太自私 当妈的连个孩子都抱 当妈的连孩子都很不好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这样的 那你有什么事你倒是跟我说呀 你的心已经瞎了 我说再多有用吧 离婚吧 孩子归我 哎 有些崩溃是在向你求救 别让家成为她孤独的战场 谢谢医生 好我你这个杀人算 还我孙子 还我孙子 臭孽呀 家门不信啊 孩子才三个月 你居然忍心打掉他 你还试人吧 够了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出生在你们这种家庭 妈 吃饭 妈 我这刚还上 怎么每天不是泡面就是生菜啊 怎么了 我辛辛苦苦伺候你 还挑三拣四的 不是 主要是我 我那这个泡面的味道我就想吐 我吃点水 哎哎哎 这是给我儿子准备的 你吃了也要吐出来 烧他钱 妈 我特地从老家过来伺候他 没想到 他那么嫌弃我 妈 你别急 你怎么回事 明明是你妈 我妈怎么了 他这么大岁数主动过来照顾你 你还不知道感恩 赶紧洗了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你至于吗 至于 我一想到孩子拥有这样的爸 我就觉得可惜 我 我 香迟 我不知道你洗碗文怎么还没写 晚点 我的心宽传 有一番 有一番 怕出来一半 让我能保持痛苦 都到晚饭的点了 你怎么还没洗碗 不是你成年叨叨叨叨叨的什么呀 那跟家伙伙伙伙本来就是女人的事 我愿意帮你已经很复了 你还要嘴啊 什么叫帮我啊 你吃饭不用晚啊 结婚前你都说了 所有的家伙伙都你干 你都说了 那是结婚前 真受不了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你又发什么疯啊 你不是说你那天开会吗 为什么会去开整点房 妈说没去过高档酒店 想去体验体验 不信你问她呀 妈 这事只要你帮我瞒着 她是肯定不会发现我在外面的事的 好 妈 知道我儿子魅力大 你放心 你放心 她现在怀孕了 又变丑了 肯定不敢和我离婚 除了我谁敢要她呀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嫁给你这种男人 你 好 那就离婚 正合我 我告诉你 你可别后悔 我离了还能找个十八字 你呢 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还打过胎 五十岁的老头都不要你 你无耻 等等 要离婚是吧 把财力钱还给我们 否则我儿子 是不会给你签字的 对 我差点都忘了 你们家只给了我三万块钱的彩礼 根本配不上我这么好的嫁妆 女人为我们家 为我们家 但唯独我们错了 下星期就要办酒席了 你说不接就不接啊 你以为是过家家啊 都知道我儿子脾气好 工作稳定 对你是百依百顺的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啊 啊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妈 你别看着他 他所有的事 我都能做主 这就是我要跟他分手的理由 哇非常好啊简直就是大片 两位新人再开心一点 这就是你妈找的一千九百九九的全国旅拍 这哪是结婚照啊 这是惊悚片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呀 这不是和你平常拍的差不多吗 挺好的呀 你是认真的吗 哎呀 眼楼的老板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人家给我们成本价 咱们就 不是 我早就找了工作室订好了婚纱照 是你妈 那非说认识什么摄影大师 还说交了定金 我问你 这个东西它怎么摆在婚礼的门口啊 怎么就摆不了了 正好我们婚礼也是中式 你刚说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法式婚礼吗 哎呀 我妈说白色晦气 来参加婚礼的都是一些老年人 这中式也显得这种喜情不适 我说嘛 为什么非要拍这个中式的婚纱 我以为你就是想试试 没想到你跟我玩了这么大一个坑呢 你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 婚纱照就算了 婚礼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要尊重一下我吧 可是我妈都说了 天天你妈说你妈说 到底是你结婚还是你妈结婚啊 儿子听妈的话 有什么不对啊 这更说明我们家僵持 孝顺 没心眼儿 那保不齐其他的人有 鸽子 我把我们的房子 加上我妈妈的名字了 为什么 首付是我妈妈付的呀 当然要加她的名字了 可是我也出了钱啊 你出的是装修的钱 那首付是从我的账户上划出去的 不信你查呀 不是 好了 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又不是没见你的名字 那这样 以后房贷回家都付贷 我妈来电话了 我先跟你说啊 妈 我给咱们房子上加你颜色的事情 我跟哥子说了 还算顺利 行 我这样做 是为了保护你 万一以后你不离婚了 我还能战胜 妈房男跟渣男最大的触觉 这是 除了一个渣男 还要时刻警惕一个充满心机的妈 原来你因为这个生气啊 行啊 如果这么介意的话 不加我名字就是了 反正百年以后啊 我的 你是他的 你真的以为只有这件事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担当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啊 怎么办 这是我全责吧 没事 我们买了保险 就正常报保险的 可是这样会留案底 会影响我工作吧 不会 这个是追尾又不是肇事逃逸 不会有案底的 嗯 到时候我给他发个红包 交易买了就出信钱的 不是 这不会留案底的 不行 哎呀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看我妈怎么处理 毫无担当几乎是妈宝男的标配 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 永远都无法学会独立承担心 要我说 妈宝男的本质就是自私 阿姨 你真的以为他什么都不懂 他只是习惯性的拿您当挡箭牌罢了 他好歹也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 他跟您相处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妈妈是什么德行吗 他要是真听你的话 他早就跑上青北了 说到底 他最爱的就是他自己 坏 哎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孩子 对对对 你们俩正好锁死 千万不要出去护害其他人 出去哎你干嘛 哎哎 就因为几个碗没血你就要跟我离婚 叔叔跟珈乐又吵架了 你结果拿着拿着做家务的 也太无人取道了吧 那你要觉得我是个疯婆子 就自己一个人过吧 嗯鸽子你先带苏苏去我们家吧 先把他们俩搁开 哎好 江哥我是真羡慕你啊 哦我要什么呀呢 你等我一下 你看你家鸽子啊 又贤惠又听话 不像我家苏苏 整天为那些破事闹 你懂什么呀 好老婆是要被训练出来的 鸽子刚跟我结婚的时候啊 也特别有主见 觉得男女平等 家务活都要两个人一起分担 哎然后呢 你跟女人吵什么呀 就顺着她说呗 但是做与不做 咱们呀可有个设复 喂老公 你怎么还没回来 我不是让你今天打扫卫生吗 嗯那个我看不见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那好吧 其实啊 我就是在车里打游戏而已 为什么 你想啊 那家里乱糟糟的 他看不惯 自然就会收拾了 反正我也无所谓 没有啊江哥 哎来来来来 哥再叫你一招啊 记住 做事千万不能太利索 你怎么又打碎了 这个月都第几个了 对不起老婆 我以前没做过这些 哎算了算了 你出去吧 笨手笨脚的 我来收拾吧 老公你冲好了没啊 好呢 哎呦这么烫啊 嗯 你要烫死你儿子 对不起老婆 我刚刚太着急了 忘记尝水温了 哎算了我自己去吧 就这样多言几回啊 他保证不会再让你做家务了 那嫂子不会生气吗 男人嘛 学会甩锅和嘴甜不就行了 嘿嘿嘿 老婆啊 小宝的奶子我洗不干净啊 还得是你啊 你怎么连个围兜都洗不干净呢 你是不是故意的 不是 我最近工作太累了嘛 我实在是 我难道不用上班吗 你每天的工作 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我这大夏天的 我还要出去兴电 哎呀 我知道老婆工作辛苦了 所以我正在努力赚钱 好早日实现养你的目标啊 老婆啊辛苦了 啊过不了几年 你们家素素 肯定会被你训练成一个 特别贤惠的老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你都听到了 是啊我都听到了 原来你们把老婆当狗一样训练 不是你听我解释 滚蛋 好狗不长道 你就这样子 我对你 那么爱 那么好 好 小猫 好